接下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早上讲过的东西 再用画回圈也许再做过一遍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像这个地方如果 画回圈跟画回圈的比较 这边有大概理论说明一下 反正大概就是 比如说清单范围的话 如果像Excel Excel里面其实用到 画回圈相对会比较高 其实不一定是Excel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因为大部分都是清单或者资料库 很多时候都会跟Fort回圈一起应用 那画回圈的话 它是进入回圈条件为处的时候 但是它不会自动加一 Fort回圈会自动加 因为它有个step OK 那画回圈不会自己step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那个早上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画回圈 帮我把那个就是早上讲过的 1加到99 再用Fort回圈改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早上做过的那个 那个1加到99 也许把它复制一下 Copy 把它贴上 贴上的话 也许这边我把它改成 加一个底线Fort 也许早上的东西 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加一个Fort OK 然后再把它开起来 这个是早上讲的那个Fort回圈加总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Fort回圈 我想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Fort回圈 基本上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你就大概注意一下三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改出 你要的那个回圈方式 第一个的话Fort回圈呢 它有个初始值 OK 1嘛 然后 我先把它改一下 1到99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那个 早上加总 Fort回圈改成 坏回圈1 请你自己先产生一个初始值 I I等于多少 I从1开始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改 坏回圈稍微 如果跟Fort回圈比起来的话 稍微麻烦一点 第一个 你要自己给一个初始值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的话 把那个Fort回圈改成坏 我打一个W它就出来坏 坏后面的话呢 请你把后面这个地方的 I这个部分的range 把它改成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当这个I的值怎么样 什么情况会进入到那个 进入到底下的回圈 执行下面的程序 当它怎么样 小于多少 小于100的时候 OK就不是range 所以Fort比较强调是range 但while是强调什么 强调这个逻辑 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重点 那个I的值 不会自动累加 所以它预设是1的话 你再来执行 它还是1 所以特别注意它要多一个东西什么 I等于什么 你要帮它加1 I加1 这个要自己加 所以其实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一 初始值要加 二 把range改成一个条件 三 你要把那个I的值 自己累加 当然I等于I加1 你可以改写成I加等于1 也可以 不过买习惯就好了 我就写这样子 其实相容于VVA OK 好 写完之后OK了 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理论上早上的这个方式 你可以应用刚刚讲的这几个原则 三个原则 for回圈全部都可以改成坏回圈了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会不会OK呢 执行 应该会出一模一样 OK 所以早上那个1加到99 第一个 第二个你想说 那九九成法表是不是也可以改成坏回圈呢 诶 试一下 九九成法表 第二个我们刚刚早上讲九九成法表 诶 这个 诶 不过我这个是用串的 不过这个也没有影响 反正只要改 改for 好 那我一样按右键 copy一下 因为我 不要直接改 我把它再贴上 把这个专案贴上 然后后面改成九九成法表 再一个底线 file 这个是 用file改写 Enter一下 再把它开起来 好 那改的方法一样 不过因为这边有两个for为圈 我建议是分两次改 你不要一次改 因为一次改一定很容易出错 那我们先改i好了 那i怎么改 先在那个for的上面加一个初始值 它初始值等于是一嘛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把这个for改成file 然后后面的话把range 这边i改成什么 小于多少 小于10 小于10 对 这样很OK 然后最后的话记得哦 在那个结束的地方一定要加1 所以通常是在它里面的那个里面那一层有没有 在最下面一行加上i等于i加1 或者是i等于i加等于也可以 OK好 那先改一个 你想说那改一半 试试看就知道了 执行 嗯 OK 没有问题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其实两者好像 那你想说那以后就两根根根可以相通的嘛 只是说你可以发现哦 像file回圈要改三个地方 可是file回圈其实是一行就好了 那当然写起来file回圈比较精简吧 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用file写啊 可是比较起来我觉得好像file回圈似乎比较精简 没有标准答案哦 所以有的人很习惯用file回圈 他从头到尾就file回圈 你看不到他写坏的回圈 但是有人颠倒 有人喜欢坏的回圈 从头到尾都会坏的回圈 欸真的我有看过耶 从头到尾他用坏的回圈 他没有一个地方用file回圈耶 啊可不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一样可以写得出来啊 只是我觉得哦 好像有些应该你要尽量 取他比较适合的地方用 而不是说你好像只会一招 一招半事就可以全部都通了 我这个可能是要慢慢再揣摩一下 那我这边只是提供了各位哦 思考方向哦 OK哦 所以第一个这个OK之后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 把这个追哦 改成什么 一样嘛哦 追等于1 先初始值 所以哦 特别追转换的方法 你就记 原理原则其他都OK的哦 然后二的话呢 把for改成file 然后file 追有没有逻辑 小于 如果当他要什么时候进入回圈 当他要小于10的时候 1要不要进要 2要不要要 OK到9要 10的话呢 那就不进入回圈了 OK就跳 就等于是为force的话 等于的话就不是小于了 OK哦 他逻辑只要不是小于哦 等于跟大于都不进入回圈 那就什么 跳离回圈就离开了 OK哦 最后记得呢 在这个地方的下一行 他的这个内 里面的这一层 有没有 在最下面一行 加上j等于j加1 这样就OK了 好 改完试一下哦 嗯 也是OK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哦 破回圈跟坏尾圈 可以很快的把它转换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我只要改了两个 刚刚写过的 请你把那个 就是加总 1加到99 把它改成那个 快回圈 2的话呢 把99增发表 也改成快回圈 甚至 刚刚的那个什么 那个信号可不可以改 也一定可以啦 OK 只是说 我想剩下来的 不如刚刚写过 只要有用破回圈 你们试着改改 看一个快回圈看看 试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那待会后面我们就要再 往前推进 就是 再写一些 实际上的一些练习题 那那个练习题的话 后面有包含就是说 比如说第一题 一个是植数判断 好 植数嘛 那一定是除了1 和4级本身以外 不能够被中间其他的值给整除的话 整除喔 整除一定是person等于0嘛 如果不能被整 那就是植数了 如果中间有被其他数整除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植数 所以如果今天我想要设计一个什么 请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他输入之后 那你帮他判断 他输入的数字 是否为植数 如果是 那就跳一个讯息 是植数 不是 那就不是植数 OK 想想看 如果你要写 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程式该如何写 逻辑第一个 input 还记得吧 input 输入 输入了 输入之后就接到了 接到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你要跑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的话 除了一和自己以外中间 那你就变成说 for i in range 应该是从二开始 到他自己的前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把他输入那个词 放在那个range的第二个词 然后让他跑 中间做一个逻辑 if 如果呢 i这个词 如果person 有没有 两个可以除除看 他的余数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直接就是直 就不是直数了 反之 有没有 就是直数 所以这边的话 会用到之前讲过 input 然后for回圈 这个地方 可能用 快回圈好像似乎不是很恰当 反而用for回圈比较恰当 然后再逻辑判断 然后再print的结果出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说 那个想的跟做的 如果以后你想的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恭喜你 以后你会觉得 哇写起来好流畅 好愉快 对不对 不过这就是一个经验值的累积 如果以后你也可以 但我是建议你们就慢慢要 不用急躁 你就是慢慢把该学的熟练之后 慢慢慢慢也尽量也不要把逻辑想得很复杂 事情不是越做越复杂才厉害 事情应该是把那个逻辑越简化越厉害 好 越简单的把它处理完 好 试试看 如果待会请各位写一个直数判断的程式